大家好,今天是2023年3月15号,今天是中午了,在纽约环市去法兰顺,常常说是这里,哇,一个老人家被转了 他知道,刚才一个老人过来,他被车转了,转了,现在不知道是哪辆车,他是绿灯可以过去的时候,他过去的时候被车转,转完这个车就跑了 现在警察正在调出,他到底是谁转的他,知道吗,不能造势一下就这样子,而且满脸都是血,流了这么多 可以一下,美国摄像头太守,从事不安全,知道吗,大陆角落里,走路都不安全,知道吗,就是到处都是,摄像头太守,什么东西都是要一过为二 不要说这是老是人家,人家开车时肯定,你这样肯定有护理员的,你有护理员再出来,不也有护理员,摄像头太守的 是不是,我们这些时间是实惠,人家赶来赶去上班的可以上班,你在家里的人就不要在马路上这样走,穿来穿去 等一下,等一下,是不是,老人家出门自己要注意安全 对 我听到很多人,哇,在那里喊,我就四处看,看到他就倒在这里了,然后他的那个推车就自动的滑到了那个脚上 路边,有没有人帮助他 我是第一个过来的,你帮扶起老人了,这里有一个司机,应该是卡车的司机 就用我手机打的报警电话吧,哇,谢谢苏星风,感谢,现在消防车来了,希望老人家平安无事 老人家在大家的关心下呀,已经送上救护车了 希望咱们每一位老人家出门注意安全 现在老人家的额头上,还好杀布了,希望老人家没事 老人家还是摔的比较严重,你看,腿上全是泥 那位华裔警官会讲,说我还一直在帮助老人家 现在老人家已经送上救护车了,希望老人家没有什么大事 我刚刚了解,在法兰山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刚刚了解 今天有个超速的老板跟我说,他们有捐款了800块钱,每个商户 建立了这里的一个摄像头,这个摄像头我们眼睛看好像都是灯 但是里面有暗藏的摄像头,就是高清的一个摄像头 这摄像头照着十字的路口,刚刚了解的,它是照着图书馆这边的角度,也是这里的十字路口,是可以照到可以照到的 所以说,所以说,刚才那个老年人应该可以看得到谁算的,刚才老人可能看不到 如果摄像头,他因为原来买的时候,他不是360度在转弯的 所以他的方向角落可能只照到这里 如果老人家刚才今天从这里过,从这个斑马路过去的话 找到了,今天一定能查得到了 刚才教室者现在跑掉了,但是在那边,他从那边过去的话,就不好,不一定能查到了 那我们,我们跟配合警方也是正在找,找那边的,呃,长江超市的二楼 他那个有个摄像头,刚好照到那个位置的 那今天下午,如果能调出摄像头的话,我们会知道今天是谁撞的这个脑袋台 明白吧,这个脑袋台他撞的时候,迷糊糊糊的,谁撞的他,他都不知道 明白了,所以说,我们今天,今天这种情况下 这个摄像头刚好照到这个位置,照不到,但那个摄像头是肯定可以照到那里的位置的 我希望这个照,照着把脑袋台撞的,这个,这种事情,应该,应该要向脑袋台出来道歉了 好,今天,今天搞的这样子,脑袋台,他妹妹也来了 好像他搞的家里想起了,不是我现在去医院了 好的,好,谢谢金山 的感觉